我说你举两个例子 你就看出来 就是财商 这方面教育缺乏 给孩子带来这避病 我小的时候就有个例子 那个我小的时候呢 反正是我想买点啥吃 家里头都跟你买 不能你自己手里不能拿钱 怕孩子乱花 有一回我舅舅到我们家来 我就缠着他 我说舅舅我要吃冰棍 吃冰棍 我们那会冰棍三分钱五分钱一根 我舅舅谁是没领钱 他一急呢 我再央求他 从兜里掏出张五块的 那会最大就十块嘛 五块钱的票 我还记着上面一个炼钢工人 拿那钢签子捅那炉子呢 就那个图案的 拿张五块的 去吧 买去吧 我非常高兴 拿着钱就往门口跑 外边就卖冰棍去 跑到门口我哭了 为啥 我仔细端一只钱 这票太大了 不知道咋花了 我在门口那哭了 我就想想 这个事很有代表性 就是家长控制钱 不让孩子控制钱 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已经五六岁了 记事了吗 拿着票我就哭了 太大了 不知道怎么花 你别说我那个岁数 我们再说大点 姚明 姚明去NBA 到NBA那边去了呢 自己在休斯顿待着 爹妈有时候去 有时候不去啊 姚明到商店买东西 他买东西标签 不标多少美元吗 姚明得算去 怎么算呢 把这美元 多少多美元 美元乘以八点几 就是人民币 拿计算器 或者在脑子里算 如果超过一千 不行 不能买 我得问我妈 该不该买 不到一千 她敢做主 你就看看姚明去NBA 说成年人了 已经十八岁以上了 这种都做不了 就说你不让孩子 掌控钱 往往他到大了 对这些东西 没有概念 这是第一个弊端 就是不让孩子拿钱 第二个弊端是什么呢 给孩子钱 随便吧 你还咋花咋花 现在咱们不少家里 家庭条件好 一到过年 孩子家退钱 有的多都能收得上万 这个钱让孩子自己控制 家战也不引导 这就助长了孩子乱花钱 而且他不知道节制 我们知道金钱 我们掌控他的目的 是既恰如其分地 把它花出去 提高我们生活质量 同时要有所节制 你不能坐吃山空 不能一下子 是有了这顿葱 没了敲米桶 所以第二种弊端是 给孩子钱随便花 那么第三种弊端的是 让孩子见到了赚钱的过程 还没有给孩子很好的 与或者金钱相匹配的道德教育 我举个例子 马三立有个段子 特别好玩 所以这个小孩上学了 老师问他 你叫什么名 我叫小虎 我天津孩子 叫小虎 你爸爸干嘛呢 我爸爸卖鱼的 卖鱼的 你妈干嘛呢 我妈也是卖鱼的 你妈也是卖鱼的 那你这账头能不错呀 老师考你到算数题 听好了啊 一百斤鱼 卖了九十九斤还剩多少 剩四斤 怎么剩十斤呢 再听好了啊 一百斤鱼 卖了九十九斤鱼剩多少 剩四斤 怎么还剩十斤呢 这孩子小虎答了 这是我爸爸卖 我妈卖剩的还多 这是他爸爸卖 要他妈卖剩的还多 他父母拿成长鱼的 这孩子打小看到这个 你说他在赚钱这方面 他长大了 我估摸着他要干嘛嘛 有可能就成为个奸商 所以就关于财商教育这块 说实在的很不理想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国外 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他对孩子这种财商的教育 是打小就培养 而且非常的恰当